其将引来疫情解封后第一个暑假 但根据平保协会的调查 出国团费和疫情前相比有明显的涨幅 而跟上一季相比最有感的就是每家团 涨幅高达了四成 而另外欧洲团的涨幅也达到三成 都和机位供应吃景有关 至于东南亚 日本还有韩国等团费 也都有超过一成的涨幅 来看看专家教民众怎么管最划算 再过一个月就要放暑假了 民众想规划全家出国玩 但疫情解封后第一个暑假 机票和团费的涨幅很有感 根据平保协会调查 7到9月各线旅行团团费价格 相较上一季 东南亚 东北亚团费上涨超过一成 其中日本在7、8月 机票价格将达到高点 至于涨最多的每家团 跟上一季相比 团费涨幅最多来到四成 主因是航班满 机位供应吃景 而欧洲团费也上涨三成 除了旅游旺季 巴士和饭店需求大 团体机位减少也是主因 相对来说牛澳团 因为目前南半球正是冬天旅游淡季 因此团费下跌约一成 有专家教民众暑假出国去这些国家 CP值最高 泰国是全世界都公认CP值最高的国家 那它的物价非常的便宜 如果大家想去日本的话 其实日本的东北三线 也是CP值很高的地方 其他的物价都不会很贵 另外目前日元汇率正处低档 准备去日本玩的民众 也可以先换一点日元起来 到时候在当地花费开销比较划算 记者桃仙盖的details 哦